花蓮市北贤工在29号捐赠了803份的中原普渡物资给花蓮县境内的各乡镇市和社福机关 而其中有370份是捐赠给了花蓮市 市长魏嘉贤特别到场颁发了感谢状 并且表示感谢信众大德的善举 而这些物资也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分送出去 花蓮市北贤工日前举办中原普渡有信徒任养普渡物资 希望能够转账给社福机构帮助地方入市 在29号这一天 北贤工将信徒所捐赠803份普渡物资集资起来 办批发送给花蓮县内部分的乡镇市以及社福机构 然后在今天早上在整理 在发放给公部门单位 藉由公部门单位的组织系统发放给社会一些家贫 贫困的弱势家庭给他们使用 发放这个贡品 虽然不多 可是这是我们北贤工 所有信众 所有朋友的 大家的爱心 大家的善心 虽然这次疫情的严峻 在四龙工商经济影响下 我当初想说可能今年的那个参加普渡的朋友 信众可能会减少 反而始料未及 在大家的坚持大家的爱心下 不受疫情的影响反而在增长到这个分数 本来是意计是600桌的分数 结果在截止前一个礼拜又成长到803桌 监政的部分 监政给公部门总计是710桌 714桌 然后取位是89桌 然后我们就借由这个平台 事工所的平台 发放给需要的那个边缘 社会边缘人或家庭需要的一些弱势团体 我在此要感谢我们北宣工所有的善男信仁 还有我的一些亲朋好友 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 都来热烈参与这次的共评的捐赠 其中有370份物资捐赠给华林市公所 希望透过华林市公所的公益平台 帮助更多地方弱势 市长为家庭也到场搬赠感谢状 并表示感谢信仲大德的善举 这些物资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奔送出去 今天特别谢谢北宣工张正琦公主 还有我们所有的信仲大德 那在这段时间 其实疫情 其实对于我们台湾 甚至花莲的经济面 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那在今年普渡的部分 原本公主可能认为说 普渡的占卜的人可能会减少比较多 但是没想到一推出来 就有非常多踊跃的朋友们响应起来 那过去北宣工在做普渡之后 都会把很多的物资来捐献给乡镇公所 跟我们非常多的社府团体 那今天也谢谢北宣工 在803份的一个普渡物资 有捐赠了370份给华林市公所之外 还有其他的部分也是捐给其他乡镇公所 那我们在370份的普渡物资里面 有35份给我们老家 35份给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家福中心 那剩余的部分 我们会放在食物银行 来给所有的需要的朋友们 来领取 那我们再次要感谢我们北宣工 及所有的一个心中大德的爱心 这次北宣工所捐赠了803份物资 分别发送给华林农府处 华林市公所 副里乡公所 前安乡公所 首封乡公所 云住民儿少之家 家福中心 安德曲之州计 以及国域里等9个单位 北宣工公主张晨星表示 送给乡镜物资 全部都是家庭用的民生用品 相当的实用 也希望能够发挥抛转运域的效果 让更多人关注弱势族群 细手共度生活的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